模仿是语言表达的好帮手 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特别善于模仿的人 即便他们平时不善于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想法 但总能通过唯妙唯笑的模仿 达到传词达意的目的 更多的情况下 大多数善于模仿的人 本身在语言表达方面也比较擅长 而通常借助模仿 更能更加生动贴切高效的 使观众对自己的表达一目了然 而且还能制造出特殊的幽默效果 调动出对方的开心点 被别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 所以说 模仿是语言表达的好帮手 在你说话的时候 如果情况允许或者有必要 不妨适当地运用一些模仿 来增强说话的感染力 在中国古代 有一位著名的慈父家 以诙谐幽默机智善变的形象 在历史上大放光彩 此人便是生活在汉武帝 期间的东方朔 据说 东方朔之所以善于辩论 常于言说 除了他头脑聪慧 读书万卷 博学多池之外 还有一个常于别人的本事 善模仿 汉书中记载 东方朔任职常侍郎时 有一年夏天 汉武帝特意赏赐了重臣 一头宰割完毕的牛 供大家分而食之 以示恩惠 要说这么点肉 在当官的人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但这毕竟是皇帝赏赐 吃肉是小 荣耀才重要 没想到的是 肉虽然早早的摆出来 可风招分肉的太官城 却因是耽搁了时间 迟迟没有出现 一大帮朝廷官员 只好围在一起干等 毕竟朝廷有朝廷的规矩 可东方朔却不干了 他对同僚们说 福日当早归 请受赐 意思是说 这么大热的天 赶紧回家休息才是 请恕我先领了赏赐吧 说完 自己拔剑割了一块肉 拎着静止走了 第二天 就有人把这件大不敬的事情 汉武帝 汉武帝对东方朔提出质问 东方朔赶紧脱帽跪地谢罪 汉武帝说 你起来吧 先自责一番 于是东方朔 模仿着别人的口吻 自己责怪自己起来 说来说来 受赐不带照 何以无礼也 拔剑割肉 以何状也 割之不多 又何连也 归夷细菌 又何人也 意思是说 东方朔呀 东方朔 你受了赏赐 却不等赵令 也太无礼了吧 你拔剑割肉 多豪壮啊 割的肉又不多 多连鸣啊 割肉后回家给夫人吃 多仁爱啊 他这一番话说完 连高高在上的汉武帝 都忍不住笑了 随后还单独给东方朔赏赐了 一袋酒和一百斤肉 让他拿回去给夫人吃 在一个皇权为大的时代 如果没有按照朝廷的规矩办事 说严重点 就是欺君之罪 什么后果都可能发生 但是东方朔却以诙谐的方式 变相地让皇帝明白 此事不足挂齿 皇帝让他自责 他并没有直接骂自己 不应该怎么样 而是模仿出另外一个 似乎不是自己的人 进行了一番实质性的辩解 最终因祸得福 实际上 在东方朔的一生中 他靠着这样小伎俩 化解了多次的个人危机 同时对皇帝所做的很多事 都起到了一定的劝戒作用 最终也能使自己以轻耻留名 我们不能完全确定 这些史料和传记是否真假 也不能说东方朔的模仿能力 对他解决问题 有多大的便利和好处 但值得说明的是 模仿在很多情况下 都比平淡无奇的表达 更加有效 2013年2月 黄博受邀出现在 东方卫视的春晚现场 向全国电视观众 现唱了几首歌 了解黄博的人都非常清楚 他在出道演戏之前 曾经有过好多年的歌唱经验 有着颇具实力的唱功 当晚的表现 就再度让大家领略了 他歌唱本事 随后 台湾明星林志玲登台 与黄博一起成为了 当晚的重要亮点之一 在这个时间段里 由黄博和林志玲主演的电影 101次求婚 风靡全国 两位主演 林所当然成为被众多场合邀请的重要人物 当林志玲登台 与黄博站在一起后 两位主持人 随即便以他们的电影为话题 开启了欢快的聊天模式 女主持人对男主持人说 他们演的第一百零次求婚 你想不想看一下 黄博在生活中 是如何和剧中不一样 作为一个男人 向林志玲求婚的呢 因为在剧中 她是被林志玲求婚 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比较正常的都是男生 向女生求婚 男主持人紧接着开玩笑道 是啊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 也不太可能有志玲 向黄博求婚这样的概率发生 黄博笑着 答应道 谁说的呀 但这也正是难点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不知道 她会接受什么样的求婚方式 或者说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随后 女主持人说 其实黄博演过很多有意思的男性角色 这样好不好 今天我们就有请黄博 以他曾经演过的那些角色 和那些奇怪的人物个性 来尝试攀登一下珠穆拉玛风 来 疯狂的石头里面 先来怎么样 黑皮 疯狂的石头 是宁浩导演在2006年的一部作品 黄博正是靠着这部电影 成为大家熟悉并喜爱的演员 女主持人说完 黄博马上开玩笑道 说好了啊 我们是在台上 可不许打人啊 一句话说完 让现场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 紧接着 黄博就开始了气场强大的模仿 黑皮呀 诶是这样啊 说着 他就瞬间换上了疯狂石头里 男主角黑皮的口吻与动作 为那点事干什么 直接抱起来跑就行了 语气和动作正是那个活吐的黑皮 现场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男主持人又提出更换一个极致一点的角色 他在太炯里那个蛮神经质的 我觉得 女主持人补充道 就是脖子一直在抽筋的那个吗 男主持人还随即拿出一副眼镜递给黄博 因为在太炯当中 黄博饰演的角色就戴着眼镜 黄博健壮 索性更加专业一些 跟主持人又要了一枚戒指戴在手指上 仍然是在片刻之间 他就变成了一本正经 却带着点神经质色彩的另外一个人 小姐 如果你打算嫁给我的话 我可以考虑把这个戒指送给你 钻石的克拉束 嗯 还不小啊 表演之后 他接着笑道 我自己说完都想抽自己 又引起了现场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下一个让模仿的是 民兵葛二旦当中的葛二旦 黄博说 葛二旦就是对一切美好事物充满了好奇心 呦 这大妹儿挺漂亮的 林志玲啊 你要不就嫁给我当媳妇吧 略带奸细的声音又让女主持人联想到了王某强 听着感觉好像王某强在旁边帮你配音 黄博说 其实你还别说保强的风格也不错 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女主持人再度提出要求 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不等他说完 黄博就开始了 王宝强的风格应该是比较羞涩的 比较真诚的那种 眼睛会往上看 知灵姐姐 你要不然嫁给我吧 黄博的声音一出来 全场轰动 他不仅模仿出与王宝强非常相似的声音 而且连表情和神态都神似 两位主持人早已忍不住 大笑的喊道 太像了 太像了 旁边的林志玲也笑着一边无嘴一边说 好像呀 好像 真的好像 因为主持人还没有让这场超级模仿秀结束的意思 知灵 你要回应啊 林志玲故作思考状 说道 啊 好难啊 让我想一想 嗯 不要 黄博赶紧继续模仿王宝强 但是我会做饭啊 啊 我会做饭给你吃呀 从头至尾 笑声不断 黄博的每一次模仿都做到了文 准 狠 文 代表是他游刃有余 可以非常大气的演绎 准 代表的是他表情和姿态都非常到位 直接体现了是超群的演技 狠 代表的是他能够说变就变 迅速进入角色当中 并且把角色的特点略带夸张地展现出来 让人一瞧就感觉特别像 你有点像那个漫画大师 通过人物脸部简单的一两个特点 就能勾勒出整个面貌 并且非常传神 经过一连串精准到位的模仿 黄博在林志玲的配合下 活灵活现地演立了好几个人物 特别是对王宝强的模仿 更是出赛 作为观众 即便对王宝强本人和他的表演特点不太熟悉 也能直接在黄博的模仿当中 揣度出来个大概 而这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 无论有多么厉害的一张嘴来说 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精准传达 这就是模仿的力量 我们在电影电视当中也看过 一些语言不通的人在交流时 有时候会通过对事物的模仿 来完成自己表达诉求 而对方也能够因为模仿而明白 对方想说的大概意思 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在交流时 有时候也可以适当地掺杂一些模仿 既能活跃社交氛围 营造更加轻松的聊天环境 更重要的是 还能够借助模仿来补充自己在言语表达上的不足 让自己内心最想被人所知的那部分内容 以最意让人读懂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语言鲜活 可化沉闷为欢乐 语言鲜活 这是一个常见的概念 却也是一个在日常交流中非常难达到的标准 要想活灵活现地把事情讲得唯妙唯孝 没有扎实的嘴上功夫 和对事情本身的深入理解 甚至没有积极向上的性格特征 都万万做不到 黄渤给人的印象一贯都是风趣幽默 能说会道 在演艺圈公开场合当中 无论氛围是大是小 只要有黄渤参加 仿佛都能给带去轻松欢乐的因子 增强社交场合的气场 黄渤说话生动鲜活 总是能把自己个性中积极向上的一面 通过语言表达感人给其他人 从而使整个的社交氛围都发生改变 有时候一起交谈的人 如果稍显沉闷 或者谈论的话题稍显枯燥 都极其容易让现场变得压抑 遇到这种情况 黄渤总能用几句生动鲜活 明快的话转变整个氛围 让人顿时有一种 长舒一口气的轻松感 2012年 黄渤和导演管虎 以及管虎的妻子 著名演员梁静 受邀参加鲁玉有约节目 在现场 每当访谈稍显沉闷时 只要黄渤一开口 气氛立刻会变得不一样 现场观众的笑声与掌声 也会跟着热烈起来 当谈到家庭生活与个人理想 以及夫妻之间和谐共处的话题时 梁静说 我觉得生活的这种点点滴滴 真的会磨灭一个人 对理想的那种坚持 尤其是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她很有理想 很有就是 我应该保护她的这种东西 陈鲁遇到 这样的女人很伟大 我觉得 梁静赶紧说道 不不不不 我一点不伟大 首先 我自己是一个骨子里 还比较传统的人 我真的觉得男人伟大 就是你家里头 男人是主要的 当然如果说 我真的是不幸嫁给了一个小男人 比我弱的 那我一定也能撑起这片天 但问题是我嫁了一个大男人 所以 我就只能做小女人 陈鲁遇到 她比较高 让她撑着呗 坐在沙发另一头的管虎说道 确实 如果天天为这些琐事 争争吵吵 哎呀 这个人呢 都琐碎了 此类话题 因为本身具有一定的深刻度 很容易将谈话人 引向深沉的方向 所以现场气氛 变得稍微不太欢快了 大家似乎都一脸严肃的表情 此刻 黄渤一边用手比 活着一边说道 人都可以这么会说 我不能 我是干大事的人 刷碗 开玩笑呢 绝不 这话并不长 也不怎么体现威严大义 但在此时的氛围中 突然讲出来 一下子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台上台下立刻欢快起来 不断地发出笑声和掌声 陈鲁玉也不禁说 这台词好 以后我也这么说 刷碗 绝不 大家又开始轻松地聊开了 没过多久 主持人陈鲁玉向管虎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我再问一下管虎 刚才黄渤说 你从前说 什么结婚 什么孩子 把我绑住是不可能的 那后来为什么这么一个人 就能够把你给改变了呢 一贯沉稳的管虎大道 有一天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契机 我们俩那会儿 怎么回事呢 好像是在海滩度假是吧 我记得有那么一个影像感 然后有一个小孩 别人的小孩 提着沙土在那跑 然后梁静 我估计他是无意的 他说 你看这孩子要是冲你跑过来 叫你爸爸 什么感觉 他说完就过去了 这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所以我说 生活中可能某一个 特别偶然的契机 一下子就能动了这个心思 我想不行 得结婚 得要孩子了 这叫什么来着 后来我想 这事 他就是长大了 管虎虽然是讲了一件 过去的小往事 但其中表达的意思 对他本人来说 却有一定的深意 再加上他本人性格中 似乎有那么一点深沉性 所以让现场的气氛 又变得没有之前活泛了 陈鲁玉接着问梁静 当时梁静你说 那小孩跑过来叫爸爸 你会怎么样呢 梁静回答 我不记得这个画面了 黄渤又问道 你当时 不是以一种质疑的态度 说了这事吧 陈鲁玉接着说 哎呀 可能就是一种感慨吧 这时候 黄渤鲜活的语言特色 又不可抑制的出来了 我刚才听了 差点乐了 我说他为什么 对这件事印象那么深呢 说突然一个小孩 拿着沙桶跑过来 叫你爸爸 吓我一跳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全场立马笑着鼓掌 梁静也笑歪在的沙发上 说道 嗨 这就是朋友哈 什么玩笑都能开 访谈进入到后半段时 黄渤深情并茂的讲起了 他们在拍摄 杀生电影时 因为晚上地震而发生的事情 去拍电影之前啊 就开始地震 泥石流什么的 最开始之前 突然有一天晚上 我就听到啪的一声 好像有人晃我似的 我一看 那个平板电脑已经拍倒了 然后整个房间都在晃 之前啊 也刚大地震完 我们住在六楼 没有电梯 我赶紧起来 心说坏了 我敲管虎的门 老虎 老虎地震了 地震了 这哥们儿猫着门一看 说 啊 哎 我知道 没事 经常震 睡了 在讲述的同时 黄渤还做出了 盖被子睡觉的动作 陈鲁玉也听得 身临其境了一般说 啊 太镇定了 管虎回答道 哎 习惯了 黄渤之前多次介绍过 管虎是个非常严厉 并且执着 又特别有电影理想的 追求的导演 参演他制造的电影 往往要比其他很多导演的电影辛苦得多 特别是在拍杀生时 加上剧情原因 演员们每天都会累得不成样子 在如此情形下 发生地震这样危机生命安全的事情 即便是虚惊一场 大家都安然无恙 但事后回忆起来 都难免心有余悸 可从黄渤口中讲述出来 除了能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以外 感受更多的 则是辛苦和危险之中夹杂的那种特殊的欢乐 也就是说 黄渤通过鲜活的讲述 把一件让人觉得心惊肉跳又颇感侥幸的往事 讲得活灵活现 妙趣横生 让观众听到了一种特别的体验 想要给鲜活的语言下定义 或者直接告诉别人什么是鲜活的语言 好像没有办法实现 我们只有在日常社交中体验和感悟 或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交谈过程来体验和学习 就会发现那些能够活跃气氛 增进交流 又能博人乐趣 使人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下受益的语言 基本上都是鲜活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方言可以增强说话魅力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0多个民族 不同的国家 地区和民族使用的语言不同 从联合国和各国的有关统计来看 世界上的语言种类并没有一个精准的数字 但至少也有2000多种 最多的统计数字显示 可能达到7000多种 按照最普遍的说法 世界上也有5000多种语言 这么多语言种类 还不包括很多方言 以及因使用人数较少 生存地区较偏 语言划分比较模糊等因素 而没有被纳入统计数据的语言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语言作为人类独特的交流工具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历史阶段 分别生活于一定区域的人 因为交流需要 发挥聪明才智 制造了自己的语言 人们根本不会等到世界连成一片 才去创造大家一起使用的同一种语言 当然 还有更复杂的很多因素 共同创造了目前的语言种类的繁杂 总之都是因为其本身作用巨大 才能发展的如此之繁业貌 同时不同的语言在客观意义上 为人们的交流制造了困难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一起 无法正常交流 也就无法表达思想和感情 进而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 其他协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此 当一群语言不同的人在一起时 如果有一个懂得多方语言的人 那么就很容易成为全场焦点 成为沟通交流的重要纽带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 懂得多种语言的人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影响 英语 汉语 日语等语言 逐渐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 专门用来联系沟通的共同语言 所以 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成了人们对少数几种语言学习的倾向 更加明显 掌握这些语言的人也就更多了 虽然多会一种语言 就是多掌握了一门记忆 诗相程度依然很高 但与原来相比 会一些外语 已经比较司空见惯了 与此同时 多掌握一种或多种语言 逐渐为人们的社会交流 增添了额外的一些特色 也就是娱乐性 也就是说 多会一种语言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除了使用它本身的功能外 还能为交流场合增添不少 但有娱乐化色彩的氛围 特别是在一个 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场合 如果有人对方言掌握的比较多 更能营造许多的乐趣 同时也能增强自己的说话气场 大家不一定都会说 但基本上都可以听明白大致的意思 它本身又具备各自的特色 一旦从口中表达出来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起聚效果 为交流增强气氛 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 而说话人自己也因此而释放了更多 更大的社交魅力 黄渤就是一个颇具方言天赋的人 在最初出演的电影《上车走吧》里 黄渤使用交通方言出现身手之后 他拍摄的很多电影和电视剧中 比如《疯狂的石头》 《大灌篮》 《疯狂的赛车》 《斗牛》 《无人区》 《末路天堂》 《奇迹事件》 《高兴》 《新街口》 《杀生》 《民兵戈二旦》 《黄金大吉案》等等等等 都曾经使用方言诠释了一系列底层角色 而且他还不止使用了一种方言 其中涉及青岛方言 郊东方言 陕西方言 东北方言 北京方言 天津方言 四川方言等等 也许是源于拍摄时的历练 黄渤在其他很多场合 都适时地展上过自己的方言水平 令人在知晓他出色语言表达能力之外 还看到了一个在语言使用上多姿多彩的黄渤 2011年7月 著名主持人曹可凡 在《可凡清听》节目当中采访黄渤时就提到过 其实人们说起黄渤 除了你的形象有特征之外 还有你的语言 比如说你在很多戏里会说一口山东话 那是你的一个标志 我知道你除了山东话之外 其他方言说的也不错 然后他特意问黄渤 是不是有语言的天赋呢 黄渤回答道 相对好一点 我觉得主要是自己喜欢 在影视剧的创作里边 我觉得方言有时候比普通话 更能生动一些 随后 曹可凡便出题考起了黄渤的方言水平 他递给黄渤一张纸条 让黄渤用不同地方方言来读一遍 黄渤随后用青岛话 郊东话 天津话 陕西话 四川话 分别读了普希金的诗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当中的几句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终将会来临 虽然除了家乡方言青岛话以外 其他方言听上去都不算特别正宗 但也说的有滋有味 引得曹可凡连连大笑 二人的交谈氛围越发的融洽 2009年 江苏卫视专门为导演康洪雷的作品 举办了一次特别节目 叫康剧来了 是电视剧幻想之旅的开播典礼 在节目现场 主持人提议让黄渤表演方言 黄渤的方言能力人尽皆知 而且在幻想之旅当中 他扮演的角色正是一名 说着一口交通方言的授意 这部电视剧节奏紧张明快 而黄渤运用方言的精彩表演 却为其中注入了分量颇重的起居色彩 成为很大的亮点 黄渤当时先用交通话 朗诵了一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然后又用天津话陕西话等分别说了几句 而且他还和一起参加节目的演员 罗海雄演绎了一段方言版的感情戏 笑半了全场 主持人对黄渤说 来南京一定要说南京话 可黄渤是初次接触南京话 所以功力不够 南京话确实是不行啊 他还提到说 自己在楼下一家小卖铺买东西 故意学着用南京话跟店主交流 结果被店主问道 师父 你刚从国外回来啊 这个有趣的段子并不能打消观众们对他的要求 于是他让现场的南京观众教他 主持人也对观众们说 这样吧 我们就把这首诗歌交给他 你们说一句 他说一句 然后观众们集体用南京话朗诵起了 再别康桥 再看台上的黄渤 他脸上洋溢着热情大方的笑容 同时跟着用南京话说了起来 并且有模有样 观众们都被他的气场吸引 为之热烈鼓掌 现场的康鸿雷也被邀请用新疆方言朗诵 他话一出口 确实带着新疆普通话的味儿 没想到 当他说完之后 活泼的黄渤也学着用新疆话跟了一句 耶 好好的嘛 口音几乎跟新疆人说普通话的味儿 八九不离十 绝妙非常 当晚 参加节目的明星众多 除了康鸿雷 黄渤 罗海琼外 还有张国强 刘谦等人 但是无论是说话的数量还是质量 都以黄渤为首 特别是他的方言能力 成了当晚活动的最大亮点之一 黄渤自己也曾经在2014年10月 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过 方言相对于普通话来说更加的有色彩性 也能让性格更加的丰富和立体 而且有些内容只有方言才能传达出来 你换成另外一种方式 哎 就不是一个味儿了 当然也不只是青岛方言 各地方方言都一样 冰心在在济小读者中对苏格兰一位诗人的评价 有过这样一段话 他的诗是用方言写的 赋予人民性正义感 淳朴美丽 不错 方言在很多时候就具备这些优点 他有淳朴的外壳 同时又能体现大众的很多内在好品质 而通过在社交场合的使用 则能因为他的这些内在的特点 而使说话人魅力十足 方言本身是重要的一种文化 学习和使用方言 哪怕仅限于一些社交场合带有娱乐色彩的表演 也代表的是对一种文化的体验和领悟 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看低方言的现象 其实那只是一种见识短浅的表现 说话直到博大精深又丰富多彩 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和层面 各种领域和场合认真吸收和学习 就能得以尽快地提高 让我们在日常表达当中更显水平与魅力 机智的反问体现大智慧 你有没有发现 在很多时候或者社交场合 直白地将话从口中说出 并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语言往往需要转化成为其他方式或者角度 才能更好地达到你想要表达的目的 反问作为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段 就属于其中之一 从语言学角度 反问属于无疑而问 也就是说 你使用反问这种修辞写文章或者说话 并非代表你有不解之处 也不代表你想通过它 一定要获得某种回答 那么为什么还要问呢 原因当然是因为 它有助于你以问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反问的好 便能体现出你说话水平和背后隐含的智慧 2015年8月 黄博和老朋友王迅一起 受邀参加腾讯网主办的娱乐访谈类节目 大牌驾到 当嘉宾在现场与主持人通过问答互动时 提到了2015年7月上映的电影《捉腰记》中 蒙宠主人公胡八 主持人阿雅对黄博说 他好像现在不小心刷新了您创造的记录呀 黄博赶紧说 不是我创下的 就是中国的记录早就应该被刷新了 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电影 而这一次特别高兴 是由一个与以往题材相比有创新的电影刷新了记录 让我们觉得对中国电影而言是特别高兴的一件事 阿雅感叹道 哇 人家五十亿地是怎么来的 就是有容乃大呀 黄博说 特别喜欢这个胡八 阿雅接着问 您对自己今后的电影能刷新他的记录有没有信心呢 黄博一脸严肃地说 刷新记录不重要 略顿了两三秒钟 忽然一坏笑反问道 那什么重要呢 阿雅提到这个问题 看似很简单 也很好回答 但是想要回答得非常到位 其实并不容易 如果直接回答有信心 或者没信心都显得不太妥当 有信心 这就会给观众留下大言不惭的印象 少不了被网友们吐槽 没信心 粉丝一定会有所失望 而且一个公众人物 怎么能够当着无数观众的面 说自己对未来的事业没有信心呢 所以必须要转换一下回答问题的角度 从现实情况来看 转换成回答重要还是不重要 就比较好回答一点 同时也没有太偏离问题的轨道 黄博首先把握好了这一点 可是要回答重要或者不重要 也并不简单 如果他貌似很镇定地说 创下的票房记录被别人刷新了 没什么大不了 一点都不重要 那么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其一 无论他看上去多诚恳 观众总会有人说他很装 在大庭广众之下 人多嘴杂 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其二 认真来说 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功利心 对于演员而言 自己能够一直被人追捧 并处于观众关注的焦点位置 可能相对比较重要 若是曾在娱乐事业的某方面 创下了闪光点 而受到挑战 心里有所不甘 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如果回答了不重要 总会对自己有点不公 可如果反过来直接说很重要 我以后一定要王者归来 那么就会比直接回答有信心 而略显浅薄 显得有点大言不惭 说话不经脑子 再看黄博的回答内容和方式 他通过反问式的应答 首先给观众的印象就是非常幽默 制造了一个可乐之处 其次 他既说出了重要的意思 又以反问形式给人一种很潇洒的感觉 从而整个回答方式 包括中间的故意停顿和反问语气 与他所说的内容来说 折射的更是一种智慧 能够幽默本身就是智慧的体现 在此基础上 还能通过回答方式的运用 来弱化问题中所隐含的 可能会令人为难的因子 就是更大的智慧了 在节目接下来的问答中 又提到了著名演员刘烨 和他的儿子刘诺依 说他们是高颜值父子 黄博当即开玩笑说 高颜值子我承认 高颜值父 这个真现在有点勉强 黄博和刘烨合作好多次 俩人本身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娱乐节目当中互相开涮一下 不仅不会给对方造成不好的影响 反而显得很和谐而幽默 聊着聊着 阿雅评价刘嫩依 说长得太可爱了 超暖心 黄博应道 嗯嗯 是 这个小诺依啊 是真的很可爱 但是谁能选择自己的父亲呢 哼 仍然是一个反问句 而且是接着他之前开涮刘烨的玩笑 继续发挥出来的 令人不禁爆笑 以反问的形式制造幽默 又没有那么直接 也就会使观众听了多一丝回想和思考 才明白其中的笑点 显得更加智慧一些 节目中似乎围绕颜值聊了不少 当说到黄博近期参加过的上海东方卫视极限挑战节目时 阿雅问黄博 当看到一起参加节目的年轻小鲜肉 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 黄博赶紧向工作人员要求将自己的手机拿过来 然后调出几张他年轻时做歌手时拍摄的宣传海报 同样幽默地反问道 谁没有年轻过呢 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紧接着故意说 坐在自己身旁一起参加节目的好朋友王迅 但是像有的人 又是稍微停顿了两三秒 一边还摊开双手 一副无奈状 接着道 年轻也是一段悲惨的历史 这该怎么办呢 显然是在拿颜值不高的王迅取乐 逗得在场所有的人都笑了出声 类似这样的反问式对话 在黄博参加过的各种活动当中出现过很多 再比如 2014年9月 陈可欣指导的电影《亲爱的》 在全国宣传上映 在此期间 陈可欣导演携主演黄博等人 走进了大学校园 做了一次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 面对90后深深学子的各种提问 和主持人提出的 只能用一句话回答的限制 黄博的机智对答 接二连三的影德 满场喝彩 有人问道 你向来演喜剧 此次突然演出比较虐心的电影 有什么感想 黄博用一句古诗做了回答 蛋装浓膜总相宜 又有学生问 国庆岛你有三部电影要上映 你最喜欢哪一部 黄博笑着说道 请问今天哪个导演来了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而是机智地运用问题来解决问题 将重点 从不方便回答的角度 巧妙地转换到了另一个看似视力 但却极其智慧的角度 还有学生问 帅哥和美女哪一个是你不能演的 其实这个问题 明显是提问者 在拿黄博向来被人取笑的颜值开涮 没想到 黄博反问道 谁说我这个帅哥不能演美女了 不仅用反问 聪明地回答了表面问题 还应对了那个 隐含着取笑颜值的问题 让现场的同学们都心生钦佩 有人评价说 黄博真是绝顶聪明 古今中外有很多智慧的杰出人才 在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 或者不好表达的情况时 都使用反问来应对 苏联历史上著名的革命家 政治家 加里宁就是其中一位 作为苏联早期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加里宁总会借机深入到群众队伍当中 与广大的劳动人民实际接触 为苏维埃政权做宣传工作 有一次他来到一群农民代表中间 向他们讲解工人联盟以及重要性 可不管他怎样详细认真的陈述说明 老百姓们就是无法完全听明白 有人当场就直接向加里宁提问 你说了这么多 你告诉我们 对苏埃政权来说 到底是工人珍贵 还是农民更珍贵呢 显然问题的答案是两者同样重要 可若是加里宁直接这么回答 群众们必然还要刨根问底 问出来个所以然 自己还得解释半天 对方也不一定能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 于是加里宁灵机一动反问道 我来问你 对你来说 是右脚更珍贵 还是左脚更珍贵呢 这同样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谁都清楚 两只脚对自己来说都非常珍贵 所以加里宁的这个反问 一下子就让群众明白了这个道理 虽然并没有多做解释和说明 但人们感到了心里豁然开朗 反问的功用就在于此 既可以解决掉 可能需要花费很多口舌 才能说清楚的事情 又不仅限于此 最重要的 当然是体现出说话人的幽默和智慧 因此 当你遭遇社交卡壳的时候 如果有必要 不妨试试以反问来解决问题 你会发现 原来可以通过简单的转换形式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目的 智慧的体现 就是如此 随时随地 质朴的语言最抓人心 质朴是最简单的一种生活形态 也是很难做到的一种境界 可以用来形容很多方面 说话自然也不例外 平常我们会接触到各类人 有的说话风格比较张扬 喜欢大张旗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有的说话风格比较浮夸 喜欢故弄玄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有的说话风格比较华丽 喜欢堆砌瓷枣来渲染自己的气场 有的说话比较肤浅 总是杂乱无章地倾倒自己的建议 而比较上档次的说话风格 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温文尔雅 有相对深厚的思想之称 学识也比较广泛 素养也必然不低 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都让人毛色顿开 如沐春风 另一种便是质朴实在 体现的是真诚的内心 表达的是最真实 最抓人心的内在品质 或许看似语言直白 却也总能让人有所收获 感受到那一份简单 敦厚和质朴 2015年11月17日 由黄博主演的电视剧 青岛往事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 主演黄博因为在海外拍戏 不能赶回来参加 于是向发布会现场 发来了自己录制的一段VCR 配合剧组宣传 青岛往事的同时 向全国观众朋友问好 黄博在视频中是这样说的 大家好 我是黄博 今天是青岛往事的发布会 但是我特别遗憾 现在正在俄罗斯拍戏 所以不能到达发布现场 跟大家伙一起感受这份喜悦 11月22日 我们的青岛往事 就要在中央八套跟大家见面了 很激动 也很高兴 作为一个青岛人 这次演了一个青岛人 无比的骄傲 从小在青岛长大 没能想到有一天 我能演一个青岛的满仓 青岛往事当中的主人公之一 也希望观众 跟我们一起感受 青岛精彩的往事 我也在电视机前 跟大家一起等待 11月22日精彩的青岛往事 黄博的一席画并没有太多修饰 也没有太多感情色彩 强烈的辞早 可就是这样几句简单质朴的话 让观众与他此刻的心情感同身受 身为一个知名演员 此前拍过很多好看的戏 而作为一个青岛人 却是第一次如此全面扎实的 在剧中演一个青岛人 相信这部戏在黄博自己眼中 也是非常有分量的 因为档妻原因 没能亲自参加最重要的宣传活动 他心里遗憾可想而知 同时也因为这部戏的特殊性 黄博心中那一份喜悦感受 也是不同于以往的 当然无论是作为主创人员之一 还是青岛人 宣传这部戏不仅是他分内之事 而且也该有一份义务与责任 因此黄博在视频中 通过几句质朴的祝福话 想发布会在场的人 以及所有观众 将这几层意思都完整地表达出来 质朴到位又很抓人心 黄博自出道以来 饰演了大量的角色 高超的演技得到了 业内外人士和观众的一致认可 一直以来 黄博所饰演的底层草根人物 都很有特色 而他对角色细致而又传神的刻画 也是他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小人物 不管品行和脾气如何 大多都有质朴的特色 而黄博之所以能够将他们演绎的出类拔萃 有一部分原因 是他自己本身就有着非常质朴的一面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黄博不仅饰演了剧中的角色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让人们看到了他质朴的个性 别看黄博平时在公共场合发言时 表面上机智幽默 诽谐风趣 喜欢逗人 但骨子里仍然是善良质朴的因子 他是娱乐圈中少有的 能始终展现出质朴本色 聪明才智 演绎技能 社会责任动综合素质的明星 2013年2月23日 正在帕劳度假的黄博 发了一条微博 其中写道 那日帕劳潜水 正为上帝的奇作美景唏嘘不已 突看见水面漂浮一烟盒 心中暗骂哪来的无德之人 这么干净的水 怎能下得去手 突然看见烟盒上两个大字 中华 扫得我上去一把捏在手里 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别人看见 一直带回岸边 朋友啊 咱去别人家做客客气点 这俩字的脸咱丢不起啊 本性质朴自然在心中会多一份对社会的责任感 黄博在微博中所说的这些话 虽然在口气上带一点戏虐的色彩 但那也是对不文明现象的自嘲 为什么自嘲 因为他看到烟盒是惨自自己的祖国 本质上体现的是他的质朴与责任心 其实当黄博发完这条微博以后 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 认为烟盒垃圾虽然源自中国 但这一乱扔垃圾破坏环境的现象 却不一定是中国人所为 因此黄博在微博中所说的有些鲁莽了 实际上则不然 试想一下 当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看到与不文明现象有关 同时又看出他所关联的国家时 不管是否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为 第一感觉必定是先质疑或者批评这个国家 说到底是这个国家会蒙羞 因此黄博所说的话 以及他在话语中体现出来的心虚等情感 都是非常非常质朴的 无论这个烟盒是哪个国家的人所认 其他游客看到这种现象 批评的一定是中国和中国人 黄博直接表达出来 对自己所见和心理所想 没有丝毫隐瞒 真实而质朴 怎不令人对他的至纯之心心生好感 2015年 由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 易丽静担任采访的视频节目 一时间对黄博进行了采访 在采访中 易丽静问道 你在2014年多次郑重地说要休息 为什么 黄博说 设备老实运转 不往里抹点润滑油不成 容易出故障 而且演戏不是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品 如果连琢磨的时间都没有了 一步接着一步 这事变得不快乐了 已经变成后面来了一个戏 你就皱眉头 那就不好了 所以得歇歇 生活所有的空隙都被工作填满时 会让你觉得沮丧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 天天都是乌泱泱的对着无数的人 哪怕自己烧个桃 或者画幅画 也是自己跟自己聊天的一个过程 得有这样的时间 看一些大理的朋友 闲云野鹤的 想画画了就画画 不想画了就喝喝酒 跟朋友出去玩 聊聊天 就觉得特好 一立静接着说 你如果想过那样的生活 也随时可以做到啊 黄博答 不可能啊 你是挂在这个大设备的齿轮上 跟着转的 说跳下来就跳下来 那你身边的机器都会停下来 你现在有工作室 有合作伙伴 有各种你要做的东西 已经不只是在为自己一个人做事了 说句对不起哥们 歇两年 说走就走 那怎么可能呢 同样是在这期节目当中 黄博还谈到了 他对自己的工作 事业以及生活的看法 忙碌的忙等于盲目的忙 天天都在事物性的工作上 头扎在一堆沙子里 根本不抬头 也没有琢磨的时间 也不明白这个工作 到底为什么要做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人家觉得你真的很棒 挺好的 这就是最无聊的时候 任何事情 尤其对人生来说 我觉得最好的是做天下第四 因为天下第一 注定所有的压力和目光 都在你这 不是一个太舒服的状态 梯台上闪耀一下可以 当把整个生活都变成了梯台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你 这就变成了一件特别讨厌的事 天下第二 你还想玩命的超过第一 天下第三也有这个心态 压力依然会比较大 做天下第四 要到第一可能性没有那么大 但同时你也有了一定的高度 也没有人把压力给第四 没有那么差 也不用那么集中的好 无论多么耀眼的明星 过着多么令人艳羡的生活 总会有烦恼的事情 也总会有令自己向往的生活状态 黄博并没有回避 身为一个平凡的人 最难以避开的 他用这一番质朴的言语 表达出了受聚光灯和粉丝 关注的事情以外的很多东西 让人们对这一份特殊职业背后的情况 多了一份了解 更多了一份理解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 在《为君难论下》中说 巧遍纵横而可喜 忠言质朴而多纳 以往我们借助镜头 对黄博在戏里戏外 巧言纵横的一面关注甚多 无数次体验到了 他为我们带来的欢乐与喜悦 而此时此刻 我们通过黄博质朴的话语 真切体会到他身上的另外一面 才感觉对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他是一个实力派演员 当然没错 但同时 他更像生活在我们左邻右舍中 最常寻不过的一位邻家大哥 他的冷暖 我们似乎都看在了眼里一般 人之初 性本善 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 也都是质朴的人 因此 这种本质也最能走入人心 体现一个人 质朴的方面有很多 说话是其中最重要 也是最明显的方面之一 很多时候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考量如何说话 才能让听众与自己感同身受 只要发自肺腑地说出口 不用去想一扬顿挫 也不用在脑海中寻觅此早来修饰 自然就能让情感走入别人的心中 不要吝啬对别人的夸奖 在美国 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 拿破仑·希尔 生活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70年的 希尔 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成功学大师 他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成功学 出版了大量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 影响过无数人的成功励志书籍 对千千万万成功人士的奋斗之路 起到了很深的影响 就连美国曾经的两任总统 威尔逊和罗斯福都深受其影响 而且威尔逊也是非常难得的培训大师 曾经为很多企业 甚至政府的人进行过励志培训 在美国上流社会中名气尤其突出 可就是拿破仑·希尔这样一位 看上去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据说小时候却是一个非常淘气 自闭 看上去毫无前途可言的孩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呢 希尔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 在单亲家庭中成长 自然就缺少了一定的管教 他确实比其他孩子显得更加淘气一些 以至于连邻居们亲生父亲和兄弟 都对他产生了看法 甚至在很多时候 由于人们对他存有一贯的偏见 还多次将并非他做的坏事贴在他身上冤枉他 这些因素都加重了他的叛逆情绪 后来他父亲又找了一位老婆 在他出进家门时 希尔并没有给这个陌生的女人好脸色看 让他父亲也非常难堪 只好向漂亮的新婚妻子解释 大概是说 希尔是全家最坏的孩子 让他不要见效 以后多多体谅 没想到陌生的女人却走近希尔 将双手轻轻地放在他肩上 双眼真诚地盯着他说 最坏的孩子 哦不 他是最聪明的孩子才对 只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发现他的聪明 拿破仑希尔长大成名后 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过那位 给予他夸奖和鼓励的新妈妈 以及他们在一起生活后发生的很多小事 实际上 这位并不算出众的陌生女人 的确非常懂得 怎样去激励一个怪异的孩子健康成长 从那以后 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奖希尔几句 鼓励她做很多大大小小感兴趣的事情 希尔之力于写作 就是在新妈妈的鼓励和支持下 拿一把玩具手枪 换了一台简易的打字机开始的 就这样 拿破仑希尔在继母的夸赞声中 慢慢长大 重拾心中的自信 不断地激发自身潜能 最终成为举世皆知的成功学大师 孔子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 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 其他人学习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也就是说 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眼光 就不会缺乏称赞别人的时机 从上面的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出 夸赞别人 对于被夸的人来说 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他的未来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 在社交场合 学会适时地去夸赞别人身上的优点 本身展现的就是自己的一项优点 千万不要被贱不嫉妒恨蒙蔽了双眼 不要吝啬你对他人的夸奖 要将发自肺腑的赞美之词 时常用于口头表达中 无论对你 还是对被夸奖的人而言 都会带来很多的好处 南方人物周刊 高级主编 易立静 在视频节目一时间中采访黄渤 当他们聊到对自身位置的看法时 黄渤阐述了一个颇具哲理的看法 最好的人生是做第四名 黄渤说 你自己也清楚 比你能力高 理解力高 表现能力高的人有的是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 也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 有的演员 自带个人魅力 有的呢 是沉淀下来的力量 比如说李雪剑老师 他真的就是融了进去 用骨血在演戏 那个魂啊 飘在角色之上 真的是挺难的 还有陈道明老师 他技术也很好 你也知道他在设计在做 但是他演的就是好 他的个人魅力 足够把你牢牢的按在那 国外更多 还有很多这样的好演员 伊丽静接着问他 你曾经说过陈道明那样的生活 才叫生活 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黄渤回答说 他自己的节奏把握的特别好 你很少见到他出席各种活动 你也知道大家对他的认可 他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朋友圈子 有自己可以施展事业的空间 而且有文化 最起码他是一个喜爱阅读的人 这就特别好 他对生活空间的安排 对松紧度的调整 会让你觉得特别羡慕 在一来二去的聊天中 黄渤真诚地表达了 他对两位著名的资深实力派表演艺术家 李雪剑老师和陈道明老师的赞扬 与钦佩之情 这样的话从黄渤的角度来说 是真心实意的表达 同时也说明他有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偶像 体现的是他在表演艺术上的追求方向之一 也让人看到了他对前辈的礼貌和尊重 是个谦逊有礼的人 从他赞扬的两位演员的角度来说 当他们听到别人在背后真心实意 所说的赞美之词时 必然会产生喜悦和欣慰之情 虽然他们作为实力派表演艺术家 获得的荣誉和赞美无数 再从观众的角度来看 很多人从黄渤对两位表演艺术家的赞美之词中 得到了默契之处 因为必定有大量的观众跟黄渤一样 都非常喜欢李雪剑和陈道明 可以想象 当观众们从一个著名的演员口中听到了 他与自己有这么大一个共同之处 或者说自己居然与他的眼光相同 那该是一件特殊的喜悦和欣慰 赞美别人 往往就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举动 英国作家Samuel Butler曾说过 赞美是美德的影子 是的 赞美别人的优点 本身体现的就是自己的优点 法国作家拉罗·史克夫也说 赞美是一种精明 隐秘和巧妙的奉承 它从不同的方面 满足了给予表扬和得到表扬的人们 此话同样是说 赞扬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 培养赞扬别人的品质 是很值得我们做的事情 当然了 正如上面拉罗·史克夫那句名言当中提到 赞扬是一种精明 隐秘和巧妙的奉承 我们不能绝对的说 奉承只是代表贬义 它也有自身积极的一面 这实际上就是夸赞了 也就可以用精明 隐秘和巧妙来修饰 赞扬别人 并不是贬义范畴的那种奉承 并不是俗语所说的 溜须拍马 而是从心底发出的 对别人优点的欣赏与钦佩 代表的是一种 积极向上的心理诉求 如果夸赞源自于内心的虚伪和别有所图 一旦被识破 必定令人不耻 它已经超越了良好的道德与品行的范畴 所以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有一句话说的好 称赞不断对人的感情 而且对人的理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它所隐含的意思是 你想要真心实意地夸赞一个人 就离不开理智的支撑 只有在理智支撑下 才能客观地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 并且适时地给予赞扬 而不是信口开河 虚情假意地夸别人 黄渤对很多人表达过内心的赞美之一 虽然他平时喜欢开玩笑 有时与朋友在一起 还会拿他们开涮 惹得全场大笑 比如他的好朋友管虎 王迅 梁静 孙洪雷等等 曾经都不止一次地被他取笑 但是一旦认真讨论起来 黄渤总会说出他们身上大量的优点 包括为人出事的方式 表演时的技术水平 工作中的能力和态度等等 在他与孙洪雷等明星 共同参加的上海东方卫视主办的节目 极限挑战中 他和孙洪雷之间没少胡掐 可在事后的各类访谈中 每当记者问到他对其他人的评价时 他都会非常诚恳地给予赞扬 而且非常到位 既能让人看出他有独到而较高的识人能力 又能让人感受到他对友谊的维护和重视 比如他嘲笑孙洪雷 智商让人着急 同时在采访中却夸赞孙洪雷 其实本质敦厚 善良 踏实 是个值得人信赖的朋友 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需要跟别人相识 相交 相知 情意是无价的 能够发现其他人身上的闪光点 是我们与他人长期相处的一大基础 而能够针对优点去给予夸奖 一方面是保证彼此友谊质量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也是鼓励的行事 帮助朋友始终进步的基本做法 就算对于一辈子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来说 当发现了他的优点之后及时夸奖一番 说不定啊 对他的成长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影响 赤子之心 就隐含在对他人的每一次真心赞扬中 所以千万不要吝啬 对别人的夸奖 就留着你看在暗门上了 别人的夸奖 以后就可以反击到 leider中途的